都说人无诚信 不知其可 在调查中我们也看到 那些要向消费者加价出售房屋的企业 还可能涉及改建 无欲受资格卖房等乱象 而目前接着也将这些情况反映给了相关的部门 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关乎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希望相关部门力见出击 好好整治个别企业的歪风邪气 出租车异地营运以海口为例 非本市出租车载客进入到海口室内 乘客下车后不得显示空车代租标志 或者是重新载客 因为这将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所以出租车异地营运这一违规行为 一直以来都是执法部门的重点整治项目 可是最近我们栏目接到市民的爆料 在海口海秀中路上的海南省农机总公司宿舍小区停车场内 停放着数辆其他视线牌照的出租车 而且这些出租车司机还明目张胆地进行载客营运 一个小区停车场也燃成了小车站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在海南省农机总公司宿舍小区内就来了五名乘客 还有两辆车身印有单周字样的异地牌照出租车 根据司机们的安排 这些乘客纷纷坐上了出租车扬场而去 据该小区的业主们称 如今他们的小区停车场 俨然成了个小型汽车站 在该小区停车场内记者看到这些异地牌照出租车 除了流动街客外 还有的直接停放在了小区的停车场内 看到记者前来 这辆异地牌照出租车司机便上前询问 当记者提出同行人数较多时 该民司机表示 还有其他的出租车可以进行调配 不到五分钟 接连两辆单周牌照的出租车就到达现场 在与郑密司机的交谈中 记者得知 这些单周牌照的出租车几乎每天往返于单周和海口 由于该小区距离海口汽车西站距离只有700米 而且比较隐地 所以就成为了这些单周出租车司机们的日常载客注点 而这名出租车司机还称 除了这处载客点 他们还在车站 机场载客 明知违规 却依然明目张胆的载客营运 采访中接着也了解到 知道这处小区停车场 是一个异地牌照出租车载客点的 不只是这些出租车司机 不少乘客对这个上车点十分熟悉 所以就坐这个出租车 他这个多少钱一位 多少钱 他给我们50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那你每次都坐出租车 当天下午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 就有20名乘客乘坐了5辆单周牌照的出租车离开 截止也将现场的情况反映给了辖区行政执法人员 而当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时 这些刚刚还在拉客的出租车司机便立马四处逃窜 执法人员们对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道路运输证 以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进行了散扣 并向现场乘客进行笔录确认了营运事实 根据海口市出租汽车营运管理条例第42条规定 非本市出租汽车载客进入本市行政区域的 乘客下车后显示空车带租标志或者重新载客的 由事公交客运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处4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像这种单州级的外市性的出租车 在海口市行政区域内以起点为海口来进行拉客的话 它这个行为是违规行为 我们是按这个非本市出租车 在海口重新载客来进行查处 并将按顶格来进行处罚 直播海南记者报道